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进一步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设立了集军事 政治 经济 围体的节度使 然而 节度使制度却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保卫边境 维持国家稳定的同时 也在无形中分化了国家对于地方军政掌控的权利 当中央与地方节度使的微妙临界点失衡 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足以将整个帝国推进深渊的灾难 谁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灾难竟然就在看似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爆发了 一夕开元全盛日 小易游藏万家世 稻米流汁 素米白 公司苍林 巨峰时 唐朝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曾盛极一时 可是到了玄宗皇帝统治中晚期 玄宗认为天下成平 国富民风 边疆稳定 一改早年之勤政 将权力下放给了当时的宰相李林福等大臣 自己则追求起了安逸奢靡的生活 一意享受 皇权近乎真空 这便给了李林福独揽大权的大好时机 李林福出身唐朝宗室 有才干 知进退 深得玄宗赏识 天宝年间出任宰相 玄宗甚至将朝廷内外事务全盘交托此人 足见信任 唐代宾赛将领功名卓助者往往提拔到朝中当宰相 李林福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 便极力堵塞这条路 他主持朝政期间 大肆提拔胡人将领担任各地节度时 因为胡人小勇善战 却缺乏政治能力 既可保卫边境 又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 安路山便是这些胡人将领之一 安路山本姓康 明札洛山 素特人 出生于盈州柳城 自幼丧父 后跟随其母改嫁突厥藩官 安延延 所以改名为安路山 他极具语言天赋 掌握着六国语言 凭借一技之长 在边境市场中 充当为胡人与汉人翻译的马牙狼 之后 因其头脑灵活处世激情 被当地官员张首归看中 并收为养子 摆脱了低贱的身份 跟随张首归安前马后 甚是得力 不久后 张首归因战功升任范阳节度时 安路山紫平富贵 也称为了迁卢将军 又通过义父的关系 有机会接触到朝廷上层官员 很快就无师自通 通过贿赂朝廷玉石谎报功勋 获得了玄宗皇帝的赏识 同时巴结上了宰相李林府 安路山的出现 郑重李林府的下怀 作为常年驻守边境的胡将 安路山小勇却缺乏文化素养 无论取得多大的战功 都无法取代李林府在朝中的地位 二人一拍即合 安路山成了李林府胡人治军政策树立的典型 天保元年 安路山在李林府的提拔下升为平卢节度时 摇身一变成为地方重将 由此取得了进京面胜数职的资格 安路山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入京后 利用幽默阿谀的言辞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天保三年 玄宗加封安路山为泛阳节度时 安路山身兼两地节度时 实力越发壮大 安路山因身体肥胖的缘故 一派大富贫贫的体态 很是滑稽 为人又诙谐 玄宗皇帝晚年纳杨玉环为贵妃 对其宠爱有加 自觉由此家人六宫粉带无颜色 整日私混 为博取爱妃一笑 玄宗并再次入京树职的安路山拜见杨玉环 安路山混迹事情多年 善于察言观色 看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 因此 在拜见前做足了功课 精心策划 等到正式拜见时 他故意做出不合礼仪的举止 首先扣见杨玉环 其次再扣见玄宗皇帝 这种僭越行为自然引起了玄宗的疑虑 玄宗则问安路山 安路山则不卑不亢回答说 自己是藩人 按照藩人的礼节 拜见上级或长辈 就是先拜母亲 再拜父亲 装出一副忠厚鲁顿 不安适适的模样 此话一出 果然成功得到了玄宗与贵妃的欢心 玄宗认为 安路山不同于有嘴滑舌之徒 赤臣真实 值得信赖 随其让杨玉环收安路山为义子 并给予他可以随意地出入皇宫的特权 安路山得到玄宗皇帝的信任 又有着宰相李林福等权臣的支持 仕途自然平步青云 不久后 安路山又被加封为河东节度使 授予爵位东平郡王 自此 安路山一人身兼三帝节度使 手握兵甲二十万雄聚北方 替朝廷抵御外族的侵袭 被玄宗赞为安边长城 完全是大唐忠臣的形象 然而 安路山内心的想法截然不同 与实力一样迅速膨胀的还有他的野心 安路山多次入朝已经看清了朝廷的腐朽 更明白在当今天下太平的粉饰下 是不堪一击的中央禁军 管理混乱的政治制度 以及物语横流的官场人间 天子兵强马者为之 这花花江山他年老昏溃的李隆基做的 我安路山为何做不得 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 与对朝廷内幕的探知 安路山对大唐游最初的敬畏 开始转为清世 不臣之心已在无形中滋生 但毕竟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对一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李林福 以及创立了开元盛世的玄宗皇帝 还是忌惮万分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野心 按照安路山的计划 他本打算等玄宗与李林福死后 再举兵图谋天下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后续发生的两件大事 却逼得他不得不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唐玄宗在位期间 唐朝国力强盛 微服四海 中原地区成平日久 中央禁军 空有编制 但缺乏训练与实战 战斗力严重下滑 更有甚者 长安世家豪族为了谋取官身 更将族中子弟安排进禁军任职 禁军成为顽固子弟 谋取官位过度的阶梯 如此更加剧了禁军 整体战力的衰弱 与此相反 唐朝廷对驻防边疆的军队 过度信赖 管理却日渐松直 抵制于慢慢失去了控制力 安路山掌控下 平鲁 范阳 河东三镇 兵强马壮 而且领地接壤 无疑是启事的沃土 他本人则深得玄宗的宠信 朝内外人脉通透 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 都堪称手眼通天 人对权力的渴望 永远也不会满足 安路山也是如此 天宝十年 宰相李林府逝世 杨国忠继任 杨国忠为杨玉桓堂兄 借由外戚关系 同样深得玄宗信任 此人本为世锦义无赖 既无李林府 口密附建之常府 又无治国安天下之才干 全凭攀附贵妃的关系 得以上位 这一政坛变化看似正常 但对安路山而言 却是一个契机 按理说 安路山与杨国忠 都因为杨玉桓 才得以显贵 本该京城合作 可是事实 却并未如此 杨国忠早年 与李林府不合 李林府死后 杨国忠诬告其意图谋反 致使李林府死后 惨遭抄家 而安路山的起家 又得益于李林府的提拔 旧堂书写道 李林府为相 朝臣莫敢抗礼 陆山成恩申 可见李林府 是安路山 在朝中的靠山 杨国忠执政后 新官上任三把火 首要事项 自然是要打压 李林府的旧人 安路山不可避免 成了他的首要目标 安路山本人 也对这位 并无真才实学的 新晋宰相 十分不满 无论出于攻心 还是私心 杨国忠私底下认为 安路山必反 为彻底根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杨国忠通过各种渠道 收集安路山 企图谋反的证据 并不断地上奏玄宗 诬告安路山 有不尘之心 安路山不甘被动 也搜罗 杨国忠 作宰相期间 官吏贪污 政治腐败的情况 向朝廷 控告其作为宰相的失职 一来二去 两人彻底决裂 水火不容 不过 单凭安路山 与杨国忠 政治上的矛盾 也不足以让安路山将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起兵造反 大逆不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决定性的事件 迫使他最终 铤而走险 安路山 再早年 受封东平郡王之时 曾入朝拜谢 玄宗皇帝未表示 对安路山的器种 特意带上了太子李亨 一同接见安路山 安路山虽为边将 但在京中耳目众多 且与当时的宰相 李林甫 关系颇深 对朝中事务了如指掌 他知道 玄宗对如今的太子李亨 并不是很满意 且李林甫等大臣 也经常在玄宗面前 举荐 受王李茂为太子 玄宗的态度则很暧昧 受王李茂 是玄宗早年 最为宠爱的五会妃所生 从小聪慧 深得玄宗喜爱 更不足为外人道义点 李茂是杨玉桓的前夫 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老婆 始终心怀愧疚 所以当时的朝中 都认为李亨 只不过是因为 年长而过度的太子 受王李茂 才是众望所归的选择 也由于这个缘故 安璐山对李亨 表现得十分轻视 安璐山在拜见玄宗 与李亨时 只对玄宗行礼 而无视太子 在掌管礼仪的官员喝释后 安璐山又装作 一副茫然的样子说 自己是胡人 只知有天子 不知有太子 安璐山真诚的话语 自然是得到了 玄宗皇帝的原谅 但也彻底地得罪了 当朝太子 只是等到李林府逝世 玄宗也没有更换太子 安璐山眼见玄宗年事已高 李亨成未来片子 已成定局 不禁担心 玄宗死后 新皇帝会对自己秋后算账 进而恐惧不已 同时得罪了朝廷第一权臣 与未来的皇帝 安璐山深感前途惨淡 最终选择放手一搏 但他毕竟心思缜密 先期紧锣密鼓 做了许多准备 天保十一年 安璐山向玄宗 极力推荐同乡人 史思明担任平庐节度使 史思明也是胡人 与安璐山早年 共同为张手归效力并相识 后来长期追随安璐山 是安璐山最得力 最信任的心腹大将 史思明如愿以偿 成为平庐节度使后 唐朝廷的北部军区几乎已被安璐山控制大半 天保十二年 安璐山动用政治资源 谋取到了群木总将的官位 掌握各郡两马 凡是两马皆优先被选入 他的大本营范阳筛选 再转送中央及其余军区 如此使得其军队的机动与战力有了极大提升 他还大肆地加上所部将士收买军心 先后提拔了五百余名将领 此外 安璐山更在泛阳城外另驻高城 对外声称祖欲敌寇 实际则在城中积蓄兵器粮草 并招降西契丹等八千湖人将士 全部收为一子 留在军营日夜操猎 引为强垣 为进一步收买边疆湖人部落 安璐山又在天保十四年 禀告玄宗以藩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 排除一击 将朝廷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将军权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安璐山种种行径 太过明目张胆 当时就有不少人看出了他的司马昭之心 宰相杨国中太子李亨等忌惮非常 更是日夜劝谏玄宗皇帝 及早处理安璐山 可是玄宗对此充耳不闻 自认为了解安璐山的秉性 坚信安璐山不可能造反 不但对太子百官的建议置若网闻 反而屡屡应允安璐山的请求 经过近两年的苦心经营 安璐山积累起了雄厚的政治军事资本 人才方面 安璐山麾下文有高不威 严庄等谋士 吴有史思明 崔前佑等猛将 季季扬扬 兵马方面 则手握精兵二十万 马万鱼 将数千 声势极为浩大 天保十四年十一月 安璐山自觉已经具备了向唐朝廷 发起挑战的实力 随即听从高不威 严庄等人的建议兵分三路 左军出大同取朔方 解决父辈隐患 中军出太原去西京长安 右军则出河南去东都洛阳 一与一举席卷天下 最大风暴终究还是来临了 面对安璐山蓄谋已久的大叛乱 唐朝廷该如何应对呢 早在安璐山造反前 面对群臣的劝谏 玄宗其实也曾有过怀疑 天保十四年二月 安璐山将反的传言 满城风雨 满腹狐疑的玄宗派遣宦官携带 奇珍异宝 前往泛阳 慰问并逝安璐山 时之 宦官反被安璐山所收买 回来后拍着胸脯保证 安璐山绝无二心 玄宗因此放松了警惕 六月 玄宗疑心又起 在长安为安璐山之子 安庆宗举行婚礼 并借机下诏 安璐山进京官礼 安璐山却称并推辞 七月秋 安璐山上奏请进 献两马三千 煤皮由二人牵严 令番将二十二人看送 恰巧此时 安璐山贿赂宦官的消息泄露 群臣跪于大殿 声称安璐山必有反心 希望玄宗降罪安璐山 玄宗犹豫再三 终究忍不下心 继而认为 这是群臣对安璐山的忌妒 竟然下诏 加赏安璐山 到了十一月 一切纵容包庇 终于酿成大祸 安璐山在泛阳起兵 以讨伐阳国中 清军策为名 联合平庐节度使 史思明等人 兵分三路南下 三路大军中 安璐山本人率领右军 势如破竹 很快攻到行阳 行阳守军斗志患赛 听到震天动地的鼓声 竟然有人吓得肝胆削裂 从城头坠落 不到八日 行阳遍北攻破 安璐山率军高歌猛进 直抵大唐东都洛阳 战事传回长安 唐玄宗这才幡然醒悟 他随其任命 刚好进京素质的安息节度使 封长青为平庐节度使 兼泛阳节度使 前往洛阳目兵 抵御叛军 封长青 乃唐朝名将 在西域征战大半生 早年曾率部击败过大伯律国 还将土藩的势力逐出了西域 玄宗当时希望 借助他丰富的军事经验 阻塞安璐山的挺进 封长青临危受命 赶赴东都洛阳 迅速招募到了六万新兵 而后 带着这些兵马前往地势险要的五劳关住房 阻拦安璐山军队侵犯洛阳 封长青虽然老于航武 可手底下的六万人都是临时拼凑 从未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 哪里是九经沙场 安璐山边军的对手 当安璐山的兵马 兵临五劳关 双方对阵 安璐山的军队 仅用了一个冲锋 就将唐军击溃 号称天下雄关的五劳关轻而易举 便被攻占 安璐山攻占五劳关后 马不停蹄 冰封直指洛阳 封长青出战失力 收拢残兵败将 多次集结队伍与安璐山交战 然而 双方硬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唐军一连数日 四战四败 洛阳也随之失守 拿下东都洛阳 安璐山大受鼓舞 志德意满之下 大肆封场将士 甚至在次年正月 在洛阳登基为帝 立国号为大燕 改元圣武 自称雄武皇帝 俨然已经自认 与唐朝平起平坐了 封长青的军队 则在安璐山大将 崔前右等部的追击下 一路向西败退 退到了陕郡一带 并在此遇到了 唐军高先知的增援部队 与封长青一样 本为高丽人的高先知 也是玄宗时期的名将 曾率军征讨小伯利国 大破西域诸军 在西域一带 被称之为军神 封长青与高先知 在陕郡合并一处 商议发现 安璐山的部队 装备精良 能争善战 远非二人目前的兵力 所能对抗 二人此时 面临陕郡无险 同关无兵的尴尬地步 而且 叛军刚刚攻破路阳 兵封已胜 固守待员 方为上策 在此方针指导下 高先知与封长青 放弃了陕郡 退入同关聚首 安璐山派出四处扫荡的军队 旋即转进占领陕郡 步步紧逼同关 到了这个时候 安璐山叛乱的消息 已经传遍天下 仍然忠于唐朝廷的各地节度时 纷纷主动起兵秦王 其中 河西拢右两阵的部队 因为离得近 率先抵达长安 手中有兵 玄宗底气 稍稍恢复 立刻昭告朝野 准备御驾亲征 讨伐叛逆 可是杨国忠等大臣 生怕发生以外 力圈不可 御驾亲征的事 最后不了了之 玄宗任命宦官 边令城 为监军带领河西 拢右的部队 进入同关 支援高先知 与封长青 本来唐朝廷各方军队 云集同关 拒险死守 与安璐山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高先知早年得罪过边令城 两人素有矛盾 此时碰头 顿时擦出火花 边令城利用公职 视察同关防务后 诬告封长青 高先知二人 谎称军情 夸大敌军数量 消极待战 以至于白白放弃了 陕郡 数百里的土地 又诋毁二人 在同关中贪污军粮 无心应战 只是得过且过 自幼在宫廷阴谋的 耳濡目染中长大 而且年轻时 经历了两次政变的玄宗 随着年龄的增长 猜忌之心 越发严重 更别说此时 正经历着 昔日宠臣的叛变 越发的不信任边将 听完边令城的报告 当即大怒 竟然下职 斩杀高先知 封长青二人 圣旨传道同关 全军将士 为二人跪地求饶 诉说冤屈 却也无济于事 高先知 封长青被处死 临阵自斩大将 无异于自毁长城 同关唐军上下 军心涣散 士气大举 面对安禄山大军的猛攻 同关几次 险些失守 玄宗连续换了多名大将 都无济于事 眼看西京长安东面 最后一道关卡都要不保 无计可施之下的玄宗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么玄宗皇帝 想到的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否能挽狂澜 于祭岛 扶大厦至江青呢 大唐帝国的命运 又将去往何方 唐朝天保十四年 因与权臣杨国中 太子李亨产生矛盾 以其唐玄宗李龙基的 一味纵容 野心勃勃的泛杨节度使 安禄山以清军策的名义 悍然起兵反叛 听从谋士建议 东元麾下十八万四千大军 兵分三路 大举出击 万福府别将高秀岩 率领左路军 出大同取朔方 解决父辈隐患 平庐节度使史思明 率领中路军 出太原取西京长安 安禄山本人 则亲率右路军 出河南取东都洛阳 一与一举席卷天下 安禄山的右路军 一路南下 势如破竹 不出六十天 就攻下东都洛阳 并于次年正月 于洛阳登基为帝 国号大燕 随后 以皇帝身份 昭告天下 宣布自己成天授命 将以燕代堂 当右路燕军 高奏凯歌之际 左路燕军 与中路燕军 也正为了军事目标 而与唐军激烈对抗 那么这两路大军 会与唐军 擦出怎样的火花 惊涛骇浪下的唐朝局势 又将如何变化 唐玄宗开约年间 为加强地方统治 将全国分为十五道 每道辖二十至七十余州 直到安禄山起兵造反 这十五道情况不一 十五道中 河北河东两道 都是安禄山的实力范围 与唐朝都城长安 最近的关内道 则重兵集结在北方的朔方防御回合 无力回源 最远的岭南道 则关山阻隔 仓促更加难以调兵 侧翼的河西拢右道 与剑南道 则正与吐蕃 南昭等国交战 同样面临窘境 因此 直此中原板大 四海沉沦之际 唐朝廷能有效争调的 仅有京基 都基 河南 山南东 山南西 淮南 江南东 江南西 前中九道 虽然账面上唐军所控制的地区 依然远超安禄山的燕军 但是唐朝腹地成平日久 五倍废止 军队战斗力不足 反观燕军掌控的河北河东两道 均位于北部边疆 常年与西族突厥等塞外部族交锋 作战经验丰富 因此战争初期 强弱态势是倒转过来的 在安禄山亲率右路燕军肆虐中原之际 中路燕军在史思明的带领下 禁逼唐朝北都太原 高秀岩的左路军 则向西高歌猛进 攻入了唐朝朔方军地界 在安禄山看来 与河东道毗林的朔方地区 重要性其实是更高于东都洛阳 朔方唐军若东出 不仅能侧应正与中路燕军激战的 河东道唐军 还能出井行口进攻河北道 切断三路燕军的归路 甚至威胁燕军大本营泛阳 而且朔方军节度使麾下兵马 在当时全国十大节度使中 战斗力最为强悍 实为安禄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防患于未然 安禄山特意任命高秀岩为大同军使 薛忠义为大同兵马使 单独领一路大军进攻朔方 高秀岩薛忠义二人 军为朔方人熟悉当地形势 高秀岩为人沉稳 长期追随安禄山镇守边地 善于守备 薛忠义则小勇善战 极其善于攻坚战 二人皆是燕军一线大将 一攻一守相辅相成 从将领的人事任命 足见安禄山对左路战士的重视 安禄山反叛唐朝的战士全面爆发后 左路燕军进展最为顺利 不到一周冰封遍底大同 而后展开阵线 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不但击退了反攻大同的朔方军 还顺势攻克朔方重阵 静边军阵 不久后 在左路战场占据主动的高秀岩 更腾出手 配合中路史思明 成功将河东道的唐军围困在了太原 准备一战歼灭 彻底解决北方唐军势力 然后与安禄山会合 引马喂水之派 绸缪已久的安禄山 在左中右三个战场 都以狂风暴雨之势 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反观各地唐军 却措手不及 节节败退 曾经辉煌一时的唐朝廷 瞬间坠落深渊 仿佛风中残烛 难以为继 战局险恶如此 唐军还有扭转颓势的机会吗 燕军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局势变化之快 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 唐朝廷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才能稳住阵脚 其一 防御长安以东战线 堵截横扫河南的右路燕军 其二 组织朔方军务直插燕军腹背 做到第一点 都城长安短期内 不会有沦陷的危险 唐朝廷的权力中枢 能够继续运转 为反攻争取时间 做到第二点 既可以拖住左路燕军 形势更好一些 则可以配合河东道的唐军 将中路燕军也牵制住 甚至更进一步 穿插到后方 切断三路燕军的补给线与归路 然而 要做到这两点 都必须任命合适的方面将帅 为了稳固长安及周边防御 玄宗 先后任命封长青 高先知等西域名将为主帅 那么朔方军方面 谁才是合适的人选呢 天宝以来 玄宗久居太平 不问朝中之事已久 一时竟然不知朝中 能争善战的将军有哪些 最终还是在 袁朔方节度副使 如今的户部尚书 安思顺 极力推荐下 提掉了在家首校的 袁朔方 右乡兵马使 郭子怡 为朔方节度使 总览朔方军事 安思顺 是安禄山养父 安炎炎的侄子 年轻时候和安禄山败过靶子 并且和安禄山一样 在仕途上都曾多次 得到宰相李林府的提携 但他一直以大唐忠臣自诩 没有参与到安禄山的叛乱中 反而因为怕受牵连 为平叛之事格外出力 安思顺早年担任朔方 节度副使时 就察觉到帐下将领郭子怡 出色的领军能力 认为郭子怡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帅才 又熟悉朔方军事 执此用人之时 便向朝廷极力推荐 郭子怡 生平已自行 出身太原郭氏 父亲郭靖之 曾任寿州刺史 他本人则文武双全 早年参加舞举 以一等长级入室 久在边疆为将 后来调入京城 如今已是年近六十的老将 前大半生 并无什么出挑的成绩与名上 还因为此前母亲去世 回家守校 玄宗火烧眉毛顾眼前 没有嫌弃郭子怡年龄大 听从了安斯顺的建议 夺请启用郭子怡 改封魏魏清 禅于安北副大都户 陵武郡太守 兼涉御史中成 全冲朔方节度副大使 国事大于天 当时郭子怡虽然守校期限未满 但国难当前 还是毅然接受了任命 天保十四年十一月 郭子怡火线上任 分析局势 认为朔方军此前 面对燕军屡战屡败 士气不振 短时间内 无力与兵封正胜的燕军 也战决胜 因此 采取首饰 收拢兵力与阵武军 一边夯住城墙固守 一边整军背舞 积蓄力量 同时还提拔了李光碧 蒲固怀恩等一批中层将领 唐军坚守不战 高秀岩率军几次进攻都被击退 早先咄咄逼人的攻势受挫 一个月后 右路燕军已经在安禄山的带领下 攻克五劳关 围攻东都洛阳 左中两路燕军为了呼应安禄山 也分别对朔方与河东 发动了新一轮的战事 高秀岩再次率军强攻镇武军 但在郭子怡的顽强抵抗下 多有损失 高秀岩心有退役 郭子怡抓住时机 下令全军出击 趁势击破燕军 取得了对抗燕军的首场大胜 军心大阵 燕军一路退到静边军 郭子怡不给燕军喘息之机 紧追不舍 率不攻城 立刻燕军壁垒 静边军 燕军将领薛忠义率军 支援高秀岩 在静边军周边 与郭子怡所部唐军 展开一系列的激战 静边军城都几次一手 双方各有损失 相持不下 郭子怡深知此战对于 北疆形势的重要性 咬牙坚持 为打破疆局决定出其制胜 在野战中 以上下左兵马使 李光碧 左武峰使 蒲固怀恩等将领 率京旗 直冲薛忠义本阵 唐军士气高昂 汉不畏死 直接冲乱了燕军阵列 薛忠义本阵乱作一团 混乱之中 薛忠义挥下大将周万请 竟被唐军直接斩首 猛将阵亡三军夺气 燕军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 骇然惊散 兵败如山倒 郭子怡猛攻不休 最终大破燕军 斩杀七千余 此战 燕军左陆军主力被击溃 在朔方一带的野战力量 大为削弱 郭子怡转手围攻 不断进击 先在河区 大败立足未稳的高秀岩 围攻拿下云中郡 随即分兵攻打马翼郡 一举攻克 兵临燕门关东口东行关 从而打通了朔方军 与河东唐军的联系 郭子怡达成了唐朝 顶对他的期许 拖住并击败了 意图染指朔方的左路燕军 接下来便要再接再厉 转军进入河东 支援河东唐军 解救北都太原 对抗14名领导下的中路燕军 这一次 对上安禄山手下 头号大将唐军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战局又会如何发展 在对阵左路燕军的 一系列战事中 唐军将领左兵马使 李光碧发挥出色 郭子怡赏发分明 向唐朝廷推荐其人 为河东节都市 李光碧为契丹人 辽东 营州 柳城人 媳妇李凯洛曾任左羽林大将军 视为将门 很早就在边将军阵任职 追随过原河西节度使 王忠寺与安思顺 孤子怡等式同僚 有名将之号 王忠寺很是欣赏了李光碧的能力 将李光碧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培养 李光碧也对这位顶头上司 敬爱有加 等到王忠寺因政治斗争 惨遭李林府杀害 性格刚直的李光碧 也因此对安思顺这些 得到李林府提拔的官员不合 安思顺一度想把女儿 嫁给李光碧 以示笼络 谁知李光碧闻讯 托并辞官 也不愿意委屈求权 当时的拢幼截度使 戈书汉也看重李光碧 觉得十分可惜 并奏请玄宗 将他召回京师长安 得罪了李林府与党的李光碧 自然得不到重用 直到安禄山造反前 都只在京城任贤官 直到朝廷急需用人 才被推到台前 李光碧认为 郭子怡是安思顺 推荐上来的人 虽说给郭子怡效力 但心存芥蒂 刚听说郭子怡 举荐自己去前线河东 做节度使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郭子怡的阴谋 想让自己去当炮灰 故而颇为抗拒 郭子怡亲自在李光碧面前 抛肝力胆的一番表白 才最终打动了李光碧 让李光碧相信 郭子怡做的这一切 都是出自于攻心 是为了早日平定叛乱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 兵士前嫌的京城合作 天保十五年正月 唐朝廷下招任命李光碧 为云中太守 设御史大夫 充任河东节度副使 知河东节度士 当时史思明的军队 正肆虐河北 李光碧率朔方军 不齐万语 弩手三千人 东出警行进入河北地区 为提高行军速度 李光碧命令全军轻装赶路 昼夜急行 仅数日便抵达被燕军 占据的重镇长山 此时史思明所率领的 燕军中路大军 正在围攻长山附近的饶阳 史思明认为 饶阳与长山之间不过数十里 就算李光碧率军攻城 自己也有足够的时间 回援长山 因此将主力尽数带走攻城 不止防守长山的兵力 并不太多 兵贵神速的李光碧突然出现 长山城内三千燕军团练兵 竟因为害怕杀死守将 开城出降 李光碧不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长山 长山失守 史思明后防不稳 只能放弃 围攻饶阳 亲率两万主力 回攻长山 次日 天还没亮 燕军前锋部队抵达长山城下 各个阵地相继部署到位 开始攻城 李光碧率五千部族 从攻门出战 燕军堵门不退 李光碧令五百弩手 从城上万箭齐发 燕军死伤颇多 被迫稍稍后退 为防止史思明军的偷袭 李光碧又增派弓箭手一千人 分成四个梯队 轮流不停地向城下射箭 燕军面对着唐军的箭与死伤慎重 久久不敢攻城 只能暂时收军 燕军后退 李光碧抓住空档 立刻以五千步兵出城 又考虑到燕军多骑兵 为了防止骑兵冲突 搅乱阵列 便因地制宜 安排长枪手过护陀河 背靠河水列阵 弓箭手不过河 凭借身前的河水掩护放箭 全军夹河构建阵地 史思明重新阻止军队进攻 但无法冲破长枪阵 又被乱箭杀伤众多 只能再退 期间史思明几次卷土重来 都被李光碧击退 双方对之四十余日 难分难舍 为了拿下长山 史思明向后方争调 五千步兵驻战 因战事的紧急 这支燕军昼夜艰行 一昼夜行一百七十里 此时正在长山东南 九门县南面的逢闭休息 李光碧听到消息后 认为这是大破燕军的绝佳时机 立刻派步骑各两千人 掩齐西谷 沿河潜行 悄悄抵达逢闭 当时燕军正在吃饭 唐军趁机砍杀 将这支燕军歼灭殆尽 史思明知道后 大清失色 只好撤去长山外围的阵营 退入九门县 如此一来 因为李光碧的胜利 长山郡九个县 有七县归附唐军 只有九门县和岗城县 尚在燕军手中 燕军在河东地区的声势 开始逐渐衰落 李光碧也展现出了不亚于郭子怡 独立领兵作战的军事才能 安禄山起兵之初 兵分三路 来势过于迅猛突然 导致各地唐军 防守不及 连连势力 等到唐军与燕军 进入了战略相持 各地唐军缓过劲来 开始此起彼伏 反抗燕军 燕军左中两路大军 经历了朔方长山两次惨败 声威大衰 反观唐军则死灰复燃 欲瞻欲勇 而且随着战事的进行 唐军各地截度时反应过来 纷纷起兵勤忙平叛 可以说 除了正在同关与唐军对峙的 安禄山主力 燕军在其他地区的形势急转之下 不过长安最后遇到屏障 同关城依然战火纷飞 此地若失 各地唐军救援不及 唐朝设计仍将毁于一旦 那么此时的同关情况如何 唐朝廷又是否能如同朔方 河东那样守住这命运的最后一道闸门呢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唐朝天保十四年十一月 控制北方范阳 平鲁 河东三镇 手握重兵十八万的东平郡王 安禄山悍然起兵反叛 兵分左中右三路 南下攻城掠地 短短一个月不到 安禄山本人统帅的右鲁军 便横扫河南攻下了东都洛阳 天保十五年正月 智德意满的安禄山 于洛阳称帝改国号大燕 但燕军战士 接下来的发展 却似乎以此为分水岭 从之前的势如破竹 转入了停滞 先是高绣炎带领的左路燕军 与十四名带领的中路燕军 分别在唐将 郭子怡 李光碧的打击下受挫 而后 安禄山亲代的右路军 也被堵在同关外 难以向西寸见 守欲同关的唐军 为了保卫都城长安 与燕军对峙拉锯 难舍难分 对于安禄山来说 天无二日 国无二军 要想彻底颠覆唐朝 确立正统 光称帝还不够 只有公路长安 摧毁唐朝设计 才有定顶天下的可能 反过来 唐朝要想延续 支撑到各方援军汇聚之时 同关就是不得不守住的 最后防线 帝国的命运全寄于 同关一遇 战事的走向将会如何呢 唐玄宗天保十五年 随着洛阳城破 燕军直破同关 威胁上都长安 而此前守被同关的 两位唐朝名将 高先知 封长青 又在金城的诬告下 被玄宗皇帝 斩首示众 临阵自斩大将 无异于自毁长城 同关唐军上下军心涣散 士气大举 面对安禄山大军的猛攻 同关几次 险些失守 玄宗连续换了多名大将 都无济于事 眼看上京长安东命 最后一道关卡都要不保 无计可施之下的玄宗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便是正居住 长安城中的老将 戈书汉 戈书汉 突起诗人 生于安息秋辞 小勇善战 早年在名将王忠寺 仗下效力 屡次击败吐蕃 深得赏事 之后数十年航武生涯 为唐朝开疆拓土 功勋显著 进决西平郡王 诗人有诗夸耀戈书汉 北斗七星高 戈书夜带刀 至今窥木马 不敢过临桃 可见其威名 不过戈书汉 嗜酒如命 纵情生色 本年已经53岁 此前因为中风 只能回长安 赴贤江阳 玄宗本认为 戈书汉年事已高 无意其用 但国难当头 风长青 高先之死后 变观朝野 论能力 论威望 均无出戈书汉之诱者 除此之外 戈书汉还有一点好处 便是 他与安禄山 关系不睦 早年 安禄山曾试图 八戒戈戈书汉 主动是好说 我父母都是胡人 你的情况和我一样 既然都是胡人 不如以兄弟相称 只是戈书汉并不领情 他的父亲 虽然是西突厥 突济之人 但玄宗时期 突厥韩国 已经灭亡 即便以突厥人自居 认得克汉 也是身为汉人的 唐朝皇帝 而且 他出称的秋辞 早就被纳入了 唐朝的版图 所以 在观念上 不认为自己 与汉人有差异 他的母亲 魏池氏 是于田王的公主 于田国 可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 国王行汉里 着汉家冠冕 更是加深了 他以汉人自居的观念 路山的本意 是想以二人的出身 借此拉近二人间的关系 但却无形中 戳到了 戈书汉的痛处 戈书汉直接反驳说 自己已经自认为汉人 与出身下贱的杂胡 岂可相提并论 安路山觉得 戈书汉在嘲讽自己 骂戈书汉一个突厥人 怎敢胡言乱语 戈书汉还想骂回去 但受到旁人劝阻 此事才不了了之 不过双方从此交恶 此后多年 二人多次因 政治意见的不合 在玄宗面前争论 关系逐渐到了 水火不容的地步 有了这层关系 在等到安路山起兵 叛乱之时 相比于其他将领 玄宗自然更信任戈书汉 至少 在面对死敌 安路山之际 戈书汉不可能 叛变投敌 戈书汉重新出山 很快抵达同关前线 此时 驻扎同关的唐军 多达21万 数量虽然远超燕军 但来源庞杂 素质良有不及 互相之间多有矛盾 可谓固守有余 进取不足 戈书汉老鱼航武 深知其中厉害 严令全军死守同关 不得率不出战 数日来 唐军与燕军多有激战 各有损伤 但燕军攻不下关城 唐军也赶不走燕军 双方陷入了僵局 可是此时 天下的局势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除了安路山的右军 与唐军在同关对峙 高秀岩的左路燕军 在朔方被唐将郭子怡 率部击退 14名的中路燕军 在常山 与李光碧所不唐军 熬战40余日 最终被唐军击败 自此 安路山燕军的三路大军 自天保15年以来 连连碰壁 局势正朝着 有利于唐朝的一方 飞速的发展 同关方面的战局 又会如何发展呢 唐朝天保15年的年初 对玄宗来说是幸运的 唐将郭子怡 在朔方击溃燕军高秀岩部 收复了靖边军 直到燕门关 井心口 打通了朔方与河东 河北唐军之间的联系 李光碧也在河北击退燕军史思明部 收复了河北长山等重镇 在燕军后方 唐军降降 接连拨乱反正 纷纷起势 自此 安路山的三路燕军 前有唐军猛将云集 后有几方 不断爆发内部叛乱 燕军已是进退维谷 不复起兵之处的强势 只要守住同关 阻止燕军西进 等到唐军在河东地区 扫清史思明等人 唐军将从朔方 河东 同关三路 合为洛阳 那时 天下局势将回归到唐军一方 安路山的叛乱 也将日搏西山 谁知此时 唐朝廷内部 又起波澜 安路山早年 亲近前任宰相 李林甫得以上位 戈书汉 则与现任宰相 杨国忠 关系融下 李林甫知道 安路山与戈书汉不合 有意抬举安路山 打压戈书汉 同时攻击政敌 杨国忠 但当李林甫死后 杨国忠得势 又拉着戈书汉 一起打压安路山 最终逼得安路山起兵造反 戈书汉讨厌安路山 连带着队也曾受 李林甫提拔 安路山的足弟 在朝中任官的户部尚书 安斯顺 也看不顺眼 不过 安斯顺为人圆滑 通拳答辩 没了李林甫 很快又投靠了杨国忠 得以保住身家 戈书汉五人脾气 仍然时常与安斯顺 因政见爆发争吵 怀恨在心 一直想找个机会 整死安斯顺 起初 戈书汉因父贤在家 手中无权 对安斯顺没太大的威胁 等到玄宗重新启用戈书汉 为同关前线主帅 戈书汉东山再起 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评判杀敌 而是伪造一封 安禄山写给安斯顺的信 并自导自言 假装在同关城门口 抓住送信人 在唐玄宗面前 进行诬告 陷害安斯顺通敌 杨国忠本有意保驾安斯顺 制衡戈书汉 但玄宗疑心病重 还是将安斯顺处死了 安斯顺的死 让一直支持戈书汉的杨国忠 也感到后背发凉 担心大权在握的戈书汉 也心难控 没准下一个 就要除去自己取而代之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连日来 长安留言四起 说同关将士认为 安禄山之所以叛乱 都是杨国忠造成的 更有甚者称 戈书汉将率精兵 骑袭长安 活捉杨国忠 并将其带往同关城头问斩 以此换取燕军退兵 如此种种 更加剧了杨国忠的恐惧 为了自保防患于未然 杨国忠决定先出手 压制戈书汉 随即起奏玄宗 让自己的亲信 杜乾运带兵一万 驻扎坝上 坝上位于同关与长安之间 杜乾运这支军队 一方面可以填补同关 到长安这段兵力真空地带 另一方面也可以静观其变 监视戈书汉与燕军双方的动向 若戈书汉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便能提前知晓 杨国忠这招不可谓不高 既可以在同关兵败后 第一时间救援同关 又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玄宗一口答应 而戈书汉则在得知 杜乾运率兵前来后 窥知杨国忠的用意 居然以一句 霸上军力同关 先下手为强 将这一万人强行吞并 并捏造罪名 斩杀了杜乾运 自此 戈书汉与杨国忠之间 正式撕破脸 同关依然是戈书汉的一言堂 再看攻城的燕军 此时天下局势的变化 也使得燕军内部忧心忡忡 安禄山多次下令 前线的部队发起进攻 快速攻破同关 指导长安来缓解 左中二路的压力 本意识破其一点盘活全局 使燕军在整体战略上 重新占据有利局势 而此时 负责进攻同关 以及助手闪郡的 正是安禄山右军大将 崔乾佑 崔乾佑素有谋略 他见同关成高强后 硬攻多次 仍旧窥然不动 认为 一支军队接一支军队的强攻 乃是无效的添游战术 要成功只有先诱敌出战 以野战歼灭唐军主力 再攻关城 崔乾佑打探到 戈书汉与杨国中间的矛盾 故意让人放出消息 燕军的主力都在回防洛阳 闪军目前的守军人数不到四千 且都是老弱病残之军 给同关的唐军抛了个肥尔 消息传到了长安 急功近利的杨国中 趁机上书奏名唐玄宗 此乃天资良机 要求戈书汉从同关出兵 收复闪郡 若戈书汉不发兵 杨国中便有了借口 以其消极待战 弹劾戈书汉 久经沙场的戈书汉深知 这是燕军哄骗唐军 出城迎战的轨迹 贸然出兵 必败无疑 极力劝阻宣宗 不可出兵 朔方将领郭子怡 李光碧等人 也连夜传信至长安 劝解玄宗 坚守为主 等各方援军到了 再转手为攻 然而 玄宗本人自安史之乱以来 压抑已久 安禄山背信弃义 东都洛阳被燕军攻克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种种情况让玄宗颜面扫地 深感身为帝王的权威大受损害 因此急需一场胜利 来重新巩固自己的政统 最终 以贼方无准为由 认为要抓住战机果断出兵 驳回了戈书汉等人的建言 连连催促戈书汉出关作战 实在 玄宗派来催促戈书汉出兵的使者 望其向背 可见其催促之极限 戈书汉无可奈何 只能出击 战事的结果 则大大出乎了各方意料 天宝15年6月初四 戈书汉率部出城 一连数日 唐军与燕军多有交战 但燕军主力 本就无意与唐军决战 派出的都是一些散兵游泳 唐军不费吹灰之力 就打败了他们 并在燕军的刻意引诱下 进入了陵宝一带 陵宝南面靠山 北陵黄河 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 乃是兵家决定 崔前右率重兵 囤积于此 并精心布阵 只等唐军进入伏击圈 6月初八 唐军追击燕军残部 抵达领宝纪园 戈书汉部下将领王思礼 率五万精锐为先锋军 大军数十万紧随其后 还有万余人 在黄河沿岸高处击鼓驻阵 王思礼高沟离人 跟随戈书汉多年 是戈书汉麾下的心腹爱将 但此人性格鲁莽 冲动好事 燕军在进入领宝后 故意示弱 洋装溃败 队伍不整 军旗丢失 王思礼立功心切 见燕军已有溃败之时 尚未与戈书汉的大军会合 就率部高歌猛进 等到戈书汉抵达领宝 观察了四处的地形 正欲撤兵 已然为时过晚 王思礼的先锋军 已被燕军引诱进 狭窄山道 燕军将无数的滚木雷石 如冰雹般砸下 唐军在爱道上却没有周转余地 死伤枕疾 遭到重创 戈书汉不忍心不爱将 及五万精锐 全军覆没 决定率军增援 亦被燕军包围其中 眼见形势对于己方不利 戈书汉急令 战车数十 排成一排向前冲锋 为队伍开路 但还是无法冲破燕军的包围圈 双方的激战 一直持续到了中午 突然狂风大作 燕军首领崔前佑 抓取时机 将数十辆点燃的草车推下山谷 很快烈焰熏天 唐军被农烟所包围 又听四周 都是燕军的雷鼓与叫喊声 心中恐惧不已 只知道胡乱的放箭 直到日落时分 弩剑用尽 才发现没伤到敌人分毫 唐军自身却早已马伐兵疲 唐军疲惫 而燕军则以意待劳 崔前佑趁机命令 精锐骑兵 从唐军背后杀出 前后夹击 唐军数十万人挤在一起 不仅没发挥出人多的威力 反而互乘累赘 战斗力大打折扣 不出一会儿就成败腿之势 唐军数十万乱作一团 溃散逃命 慌乱之中 互相排挤 掉进黄河淹死的 就有几万人 绝望的嚎叫声 惊天动地 那些跳入水中的唐军 又争先挤上黄河中的运粮船 由于超载 几百辆运粮船 最后都沉入了黄河合体 一时之间死伤惨重 侥幸上岸的士兵 仅有十之一二 戈书汉沿途收容败军 一路狼狈地逃回铜关 在逃亡铜关的途中 早先为抵御燕军 唐军在铜关城外 挖有三条欠壕 军宽二仗 身一仗 此时 溃败陶王的唐军 竟因忙于逃命 而在三条欠壕间 相互拥挤 导致大量士兵 相互践踏而刺 等到回到铜关 戈书汉清点人数 二十万大军 或死或逃 回来的竟然仅剩八千 不久后 燕军将领崔前右 带兵攻城 戈书汉因双方实力 差距悬殊战败 同关这道长安最后的屏障 也被燕军攻克 戈书汉被燕军升擒 并于次年被燕军斩首 一代名将 戈书汉就此画上句号 唐朝大文豪杜甫有诗 石豪力写道 谨主官房将 慎悟学戈书 就是指责戈书汉 在此次战役中的失败 同关城破 守军将士二十万 接战败 主将戈书汉被擒 燕军的铁骑 离长安 以不到二十里的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传入长安 玄宗惶恐不已 没有胆量 坐守长安 而是连夜率领百官 出长安 逃亡四川 玄宗一行人 因出逃过于仓促 随身携带的干粮不足 一路上都需要靠百姓的救济 等到了马为义后 四周的百姓大多已逃难 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 一路上随行保护玄宗的禁军将士 因饥饿一片哀嚎 将士们都将安禄山叛乱的过错 归结于宰相杨国忠 各个义愤天鹰军心浮动 为安抚军心 防止兵变 禁军首领陈玄礼 随即率兵诛杀了杨国忠 并跪倒在玄宗脚下 半逼半求玄宗 处死杨贵妃 以绝后患 这位叱咤大唐一辈子的皇帝 此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晚年自己连心爱的妃子 都无法保全 禁军气势咄咄逼人 迫于无奈 玄宗只能忍痛下旨 将杨贵妃绞死于马为义的离树下 婉转峨眉马前死 香消玉云 这对京式恋情 也随即落下帷幕 白居易有诗 长恨歌云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长地久有诗境 此恨绵绵无绝期 以此来纪念这对军妃之恋 随后太子李亨与玄宗在马为义 分道扬镳 李亨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代替玄宗领导进军北上 并联络各地截度使继续抗击燕军 玄宗则接着南逃四川 自此 随着安禄山攻克长安 天下的形势再次骤然大变 燕军左中路军 亦受右军之影响 士气大振 唐军刚刚收复的北部疆域 再次沦陷 三陆大军浩浩荡荡 大有席卷全国之气势 同年 太子李亨北上领武继位 视为唐素宗 新军李亨继位 天下形势是否会发生变数呢 唐玄宗天保十四年 野心勃勃的唐朝三阵节度使 安禄山与泛阳起兵十八万 悍然发动叛乱 战争早期 安禄山凭借部下继北边兵的骁勇 分三路南下势如破竹 甚至接连攻陷了唐朝核心腹地 洛阳 长安 立燕国自称皇帝 为证天下 大有取代唐朝之势 唐朝都城 长安陷落后 玄宗皇帝心惊胆战 为避免燕军锋芒 带领宗士及百官 南逃巴蜀 却委任太子李亨 北上领武 继位为帝 改元智德 视为唐宿宗 兼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带领唐军反攻燕军 天保十五年 大燕皇帝安禄山 被其子安庆旭刺杀身亡 安庆旭自立为燕帝 如此巨变 给本舅逐渐扑朔迷离的战局 更添把火 安禄山死后 燕军在关中以及北部等战场 均连战连伴 不但丢失了长安 洛阳等地大本营范阳 也面临着被唐军攻击的威胁 为了顾全后方 燕军二号领袖十四名 退守范阳 部署防御 安庆旭则率军全面退出关中 固守河北重镇 叶城阻恶唐军北上 燕军退却 唐军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很快就把战线分别推进到河北叶城 决意拔除这个范阳的前沿阵地 以便后续指导黄龙 彻底覆灭燕军 围绕着叶城的一场恶战 随之展开 唐智德二年九月 唐素宗李亨派遣广平郡王李处 为前线统帅 带领朔方 安西 回合 南蛮 大义等联军二十万 进攻驻扎长安的燕军主力 唐燕两军大战于城外相击死 最终燕军大败 六万纪北边军精锐死伤殆尽 大将安守中等人在战后无力支撑 只能放弃长安 率部东撤 素宗指挥唐军历时两年收复故都长安 可谓上位以来的最大战果 政治意义甚至高于战场意义 此消笔掌 唐军与燕军在中原各地开始攻守一位 不久 唐军携攻克长安之余威 再接再立 东出同关 继续进军洛阳 安庆旭亲率十万燕军阻击 却在新殿一带被击败 此战过后 接连损失的燕军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反击 为保存有生力量 安庆旭决定退出洛阳 再退叶城 叶城是河北重镇 也是当时燕军的后勤重地 安庆旭兼一守叶城的同时 不忘向泛阳方面的史思明寻求支援 只是此时的燕国二号人物 时任泛阳节度史的史思明本人 也不太好过 史思明早先在争夺太原的战斗中 被唐河东节度时 李光碧击败 准兵折将 而后 唐军天下副兵马大元帅郭子怡 更派朔方左兵马使张用晋 与右武风使魂士之 率军攻取了河阳和河内地区 进一步压缩了史思明的军事空间 史思明只能困手范阳及周边 自保有余 难以主动也站进去 唐军在各个战场 高歌猛进的同时 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结肝而起 响应唐军 沉流相拥 杀死烟将 田紫棋 举郡投降 烟将田城寺 在尹川归降唐军 此类种种不胜枚举 天下形势已经朝着 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着 安庆旭 在新殿惨败后 收拢残部 坚守叶城 麾下骑兵不到三百人 步兵不满千人 他在叶城寺周 修筑壁垒 巩固城墙广泛收纳四野贵兵 此外 又遣军将 在叶城附近周县 抓取农夫补充部队 一系列操作下 很快 燕军的人数就恢复到了六万左右 重新具备与唐军一战的资本 期间 十四名同样在紧锣密鼓 补强军队 安庆旭退出洛阳时 军队四散 速将北平王李贵仁 带着燕军 叶洛和清旗 近万人 溃逃后方 十四名派人 召集李贵仁所率燕军 并成功将其收归己有 有了燕军 惊骑队的加入 本来损失就相对较小的 十四名的势力大为加强 很快就有了超越 安庆旭的势头 十四名本为安禄山爱将 资格很老 看不上年纪轻轻的安庆旭 更对安庆旭 是负之举不满 实力上来之后 对安庆旭这个燕国皇帝 越发无礼 建成伟大不掉之势 安庆旭对于这位父亲的老下属 名义上自己的叔叔也越来越忌惮 害怕其实力强大的同时 拥兵自立或者更慎弑君称帝 两人渐渐冒合身离 燕军内部暗流涌动 另一方面 唐军已将战线推至河北一带 叶成首当其冲 在此形势下 无论是处于对十四名的戒备 还是巩固叶成防守的需要 安庆旭决定派遣自己的心腹 阿史纳成庆于安守中 到范阳向十四名征兵 暗中受一二人秘密杀死十四名 夺取军队的控制权 天下乌鸦一般黑 十四名也在谋划自己的出路 他早就不把名为皇帝的安庆旭 放在眼里了 老实说 对安庆旭的死活本也不太想搭理 不过现如今 唐军是头正盛 若坐视安庆旭战败 纯亡齿寒 自己独自面对唐军 无疑局势险恶 十四名将自己的顾虑 告诉了自己的下属 判官耿仁智劝他说 如今唐氏忠兴天子仁胜 对归顺朝廷官员网开一面 如果您率所部归顺朝廷 朝廷不战而收复河北 就可以转获为福 相当于直接让十四名放弃叛乱 接手招安 是伙同安庆旭 与唐军此刻到底 搏上一搏 还是投奔朝廷 谋取富贵 为了保全身家性命 与荣华富贵 十四名想都没想 就选择了后者 决心向唐朝廷投降 他暗中前使 向唐朝廷示好 等安庆旭的部队 阿史纳成庆和安守中 率领五千骑兵来到泛阳后 又将二人囚禁 收编了他们带来的军队 安庆旭的计策瞬间流产 做好了这一切后 十四名向唐朝廷上表 请以所部十三郡 士兵八万归顺朝廷 与他类似 另一位英国元老大将 镇守大同的高秀炎 也归顺了唐朝廷 至此 曾经如日中天的燕军各部 就只剩下皇帝安庆旭 还在富裕顽抗 一片大好 所有人都认为 历史两年多的叛乱 即将结束 然而事实真就如此吗 唐前元元年 燕军二号人物 史思明归顺唐朝廷 得知此消息后 宿宗甚是高兴 不仅下诏赦免了 史思明此前的所有罪责 还任命他为龟翼王 领泛阳嫉妒使 为更加安定史思明之心 他更派使者 携后礼到泛阳宣位 可是事难料 就在宿宗 前史未闻的过程中 朝廷内部又起了幺蛾子 早前燕军得势之时 唐朝各地官员魏自保 曾纷纷向燕军投降 如今局势逆转 唐军恢复设计 指日可待 这些人又要重归 唐朝回报 宿宗既往不咎 本来已经赦免了 这些墙头草 并派礼部尚书李宪 兵部侍郎吕音 与御史大夫崔汐等人 前去慰问他们 谁知崔汐和吕音上奏 这些人为叛军所用 暗律应当处死 李宪则认为 宿宗已经答应了 他们不做追究 君无戏言 贸然的违背 先前说过的话 对帝王的威信会有影响 且现如今 天下还尚不能说 全部平定 现如今诛杀投降的燕官 会使他们更加死心塌地的 为燕军卖命 李宪和崔汐等人争论了许久 宿宗最终决定 采取折中的办法 改变了此前 全部赦免的决定 而是按罪定了六等 重者斩首再次地自禁 其他的重仗一百 流放不等 前河南尹达西巡等18人斩首 前宰相陈希烈等7人 次自禁 一时之间 燕军投降唐军的高级官员 被处死殆尽 唐朝廷出尔反尔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其一 让身陷于叛军中的朝廷官员 从此死心塌地地 为燕军卖命 其二是 让本来已经打算投降朝廷 手握重兵的十四名 产生了疑虑 恰好此时 又爆发了一件事 唐朝大将李光碧 一直认为 史思明归顺朝廷为诈强 想尽办法 想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 曾在部下 乌承恩的父亲 乌之义仗下效力 乌之义对史思明有恩 现在 乌承恩受到史思明重用 李光碧 便向朝廷上奏 请任命乌承恩 为泛阳截都赴使 并赐乌承恩铁券 此外 李光碧又秘密派人 与乌承恩联络 让他联合阿史纳成庆 找机会杀了史思明 乌承恩 鬼迷心窍 居然同意了 乌承恩随后 用私财厚劫不假 又多次 穿着妇女衣服 偷偷联络军中其他将领 将领们 向史思明告发乌承恩 并在乌承恩的家中 搜出了 与李光碧来往的书信 以及朝廷赐语的铁券 史思明怒不可遏 将乌承恩放杀 并向朝廷上表责问 声称将再次起兵叛乱 这不是朝廷本意 全是乌承恩一手策划的 但不论如何辩解 史思明都不再相信朝廷了 而在听说了 唐朝廷诛杀地方官员的举动后 他更为惊惧 再三权衡之下 还是决定拼个鱼丝网破 重新举兵反唐 一时积极千层了 史思明降而复叛 天下局势又将如何变化 唐前元元年6月 本已投降唐朝廷的 燕军二号人物时 史思明降而复叛 唐朝廷当时 还在与固守夜城的 安庆旭对峙 不愿两线作战 决定先处理 实力较弱的安庆旭 再腾出手 来对付范阳的史思明 9月唐朝廷下令 各地截度使率军 向河北方面集结 朔方截度使郭子怡 河东截度使李光碧 关内泽路截度使王思理 淮西襄阳截度使卢炯 星平截度使李焕 华蒲截度使许书记 平罗兵马使董秦 北庭行营截度使李四叶 郑蔡截度使纪广称等 军在其列 为了加强军力 宿宗宋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合 再次换取了三千回合 惊奇的帮助 唐军集中布齐25万 大局讨伐安庆旭 不过在委任此次大战的 统帅任命上 宿宗却犯了难 原本最有资格的人选有两个 一个郭子怡 一个李光碧 此二人都在子贤 对抗燕军的战斗中 大方一彩战功卓著 不过一山难容二虎 郭子怡是中书令 李光碧是门下是中 君为宰相 级别相近 威望也差不多 两人之间更有思缘未了 难以互相指挥同属 宿宗再三考虑后 没有设置元帅 只以宦官开府一同三司 于朝恩为官军容使 检查三军 视为名义上的统帅 截至九镇节度使 自此开辟了唐朝宦官 为监君的先河 宦官为帅 宿宗的想法是 不错 但事实如何呢 最初 唐军各部进展十分顺利 十月 郭子怡所部唐军 率先从杏元渡过黄河 向东进至霍家 击败燕军 安太清的驻防部队 斩杀四千余人 俘虏五百余人 安太清退守魏州 郭子怡 衬胜包围魏州 之后 淮西节度使卢炯 也从阳武渡过黄河 郑蔡节度使 纪广称 河南节度使崔光远 从酸枣渡过黄河 几路唐军以及镇西北亭 行营节度使李思叶 在魏州与郭子怡会师 联手攻打魏州 魏州是夜城西南的门户 一旦魏州失守 夜城就将完全暴露 安庆旭亲自带领崔前右 田城四等将领 将夜城七万大军分为三部 崔前右带领上军 田城四带领下军 安庆旭亲自带领中军 开赴魏州迎击唐军 郭子怡听闻 燕皇安庆旭亲率大军赶来 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他命令弓箭兵三千 埋伏在壁垒内 并对下令说 我军与燕军交战撤退 燕军追击之时 你们作为伏兵 就用箭射击追兵 计划安排妥当后 郭子怡率部出战 唐军与燕军稍稍交锋 郭子怡便率兵撤退 燕军果然趁胜追击 一直攻到了唐军营寨之下 而早先埋伏在营寨中的弓箭手们 等到一声令下 一时间万箭齐发 燕军死伤惨重 只得退却 郭子怡乘胜追击 燕军大败 安庆旭的弟弟安庆和 也被唐军擒货后杀死 唐军在接在地 攻克魏州 安庆旭带着残兵败将退向夜城 郭子怡率军追到夜城 不久 华埔节度使许书记 平卢兵马使董秦 关内择路节度使王思里 以及河东兵马使李光碧 等四路大军陆续赶到 大军云集 兵临夜城 不甘失败的安庆旭 之后收拾残兵 与唐军有大胜的数字 皆是战败而归 燕军前后战死三万多人 元气大伤 无奈固守 唐军大军将夜城团团围住 破城指日可待 形势危急 安庆旭左右无忌 最终只好拉下脸 派人到范阳向史思明求救 并许诺将皇帝之位 让与史思明 那么史思明是否会答应 安庆旭请求呢 夜城危机的消息传到了范阳 无论安庆旭是不是答应 将皇帝之位让出 已经决心反唐的史思明 都将出兵援助 因为他与安庆旭都是唐军大敌 安庆旭灭亡 他就只能孤军作战 而且此战若胜 唐军败退 燕军他一家独大 当不当皇帝 只在他一面之间 史思明动员了十三万大军出师 又因唐军势大 并未直接正面强攻 谨慎起见 先派李贵人带领所部 一万精锐骑兵 先期抵达夜城不远的府洋 姚维声援 给唐军制造压力 自己则是以主力 再后观望 四季而斗 十一月 唐军攻克魏州 至此拔除夜城外围 全部燕军据点 夜城已沦为以左孤城 在旁观望许久的史思明 心知 夜城燕军的斗志 已跌落最低点 再不救援 安庆旭覆灭无疑 于是立刻分兵三路 展开行动 一路沿着行州 明州向前 另一路沿着冀州 贝州向前 最后一路 由史思明本人 率领从衡水线 向魏州进攻 为了应对史思明的进军 唐军方面 郭子怡请命 以崔光源带兵 驻守魏州 阻敌封锐 十二月 崔光源刚到魏州 马不及安 人不及甲 十四名大军 便已向魏州 发起进攻 崔光源派肖将 李楚寅出击逆战 燕军声势浩大 李楚寅战斗不力 退回城中 燕军也追到城下 大喊 李楚寅招我来攻城 为何不出来 身经百战的崔光源 竟然相信了 这个拙劣的离间计 下令处死了李楚寅 李楚寅是军中小将 他一死城中守军 斗志全无 崔光源自度无力守城 便继承向汴州逃去 十四名顺利占据了魏州 十四名占据魏州后 在魏州自称燕王 势力日章 唐军前线高级将领 召开军事会议 商议御敌之策 李光碧认为 十四名本人及军队 因为当过自己的手下败将 对自己的军队十分忌惮 可让自己再次进攻十四名 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李光碧虽然是宰相 但毕竟不是元帅 难以协调 来源庞杂的唐军各部 官军容使于超文认为 此意不可行 这个提议便被搁置了下来 就这样 唐燕双方在叶城 以及魏州对峙了输越之久 双方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唐军大营中激烈的辩论 也使得时任 镇西北停行营节度使 收复长安时 表现出众的猛将 李思叶十分不耐烦 李思叶觉得燕军不作为惧 擅自率部攻打叶城 却不幸被刘石所重 战死沙场 这位勇冠三军 一身战功无数的名将 竟以这样的方式死去 对唐军而言 不斥为重大打击 战事一直持续到了次年二月 唐军将叶城团团围住 又在城外修筑了许多堡垒 挖了三条壕沟 企图彻底混死燕军 此外更引张河之水 灌香叶城 致使叶城成为一片汪洋大海 城中之人被迫到高处躲避 城中弹尽粮绝 安庆旭苦苦等待史思明救援 部下许多军将 斗志动摇 都想投降唐军 引荐城池将要被水泡塌 唐军与燕军将领道士兵 几乎人人都认为 叶城很快就要沦陷了 叶城即将陷落 但就在这时 一直按兵不动的史思明 再次出手了 他还是亲自率军 从魏州急迟到叶城 命令诸将 在离城武师里的地方扎营 美营分配三百面骨 雷鼓驻威 远远地威胁唐军 得到支援的安庆旭 强大精神 从每个营寨中 挑选五百精锐骑兵 侧应十四名的军队 每天都到叶城下 骚扰唐军 等到唐军出战 又立马龟缩回城寨 一次复一次 日夜不停 唐军只能昼夜防备 疲弊不堪 更为严重的是 唐军的粮道 也被史思明军中赤猴洞察 史思明军事经验丰富 当机立断 派遣兵马 穿着唐军衣服 假扮都运粮草 杀死运粮士兵 烧毁唐军粮士 唐军因为缺粮 导致士气 遗落千丈 经过长期的准备与谋划 三月间 认为作战时机已成熟的史思明 率大军直扑夜城 唐军双方终于爆发了决战 唐军主力在夜城北扎营 史思明率精兵五万出击 唐军看到史思明只带了几万人 以为是偏师 不是主力部队 胡一不定 史思明趁唐军准备破州 率军奔机 李光碧 王思礼 举书记 卢炯 四股唐军 先后与史思明交战 旗鼓相当 激战中 淮西截渡时 卢炯中箭 战事激烈 孤子一将部队 带到交战唐军之后 还没来得及布阵 突然刮起了强劲大风 吹杀波木 天地昏暗 咫尺之间就看不清了 唐燕双方皆是大惊 慌乱之中 唐军向南溃退 燕军向北溃去 唐军兵器甲骤自重 丢弃一路 因唐军人数过多 二十万大军挤在一起 相互踩踏 死伤无数 而燕军亦有所损伤 不过对比之唐军 损失小了很多 唐军战前声势浩大 但其实拖延时间过长 内部组织早已濒临崩溃 此一战相当于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几十万大军 一遇挫折 立刻分崩离析 丢失战马数万 资重也几乎全部丧失 凝聚力急转直下 只能解除围困 各自退兵 一场轰轰烈烈 攻击夜城的军事行动 宣告失败 郭子怡担心史思明 会向洛阳继续追击进攻 旧率朔方军先赶到河阳 拆毁了河阳桥 使燕军不能从河内前往洛阳 但其实 此时的史思明 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迅速率军返回夜城 并杀死实力缠弱的安清旭 将燕军大权揽入自己手中 燕军自安禄山死后 重新集权 不久 史思明自立为燕国皇帝 接过了安禄山的衣钵 他与唐朝之间的妥协可能 也随之彻底消失 夜城之战后 唐军在中原地区 原本大好的局势丢失殆尽 唐军退往周边休养生息 新任燕帝史思明 则重新整合了河北朱俊燕军 世耀与唐军决于此战 大唐各地再次陷入了风雨飘渺 战乱不断之景象 那么唐燕双方又会在日后 爆发怎样的战争 这场耗时多年 死伤无数的动乱 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 后两开国皇帝朱温当上皇帝后 举行了一次家庭聚会 久憨耳热之际 他的兄长对他说 朱三 你本来不过是荡山的一个平头百姓 先是跟随皇朝当贼寇 后来唐朝天子不计前嫌 封你当上了四个镇的节度时 富贵已及 你最后却还是不念旧情 灭了唐朝三百年设计 自称帝王 这一场景因太过形象生动 读来更像是小说家言 然而这句话却是简洁地概括了朱温 在唐末三十年的身份转换 这是朱温个人的历史 而对于整个唐末的历史变化来说 也不失为一个缩影 唐朝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王朝 究竟是如何步入彻底覆灭的结局的 在唐朝最后的岁月里 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 曾经拓江万里 四夷宾服的大唐帝国 在安史之乱以后 已经走向了下坡路 而作为安史余孽的 和朔朱藩镇的力量 逐渐强大起来 与中央政权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 双方几经较量 唐朝廷最后放弃了简平藩镇 重建大一统秩序的努力 就像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如所说的那样 只要和朔朱藩镇 能够为朝廷抵御北边突厥的侵袭 不兴兵作乱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这些藩镇 对朝廷公顺与否 已经不是重点所在 虽然如此 在安史之乱后 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中 唐朝廷虽一蹶不振 雄风不在 却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之所以能继续苟延残喘 有两大依靠 在经济上 有江淮财富支持 因为安史之乱 唐朝廷失去了 对富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 如此一来 沉重的赋税负担 就全部压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关中朝廷的粮食 不薄等日常必需品 完全靠南方供应 唐德宗李氏时期 有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 恰好南方的民运道 听到消息后 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 对太子欢呼 米已运到了 我们父子俩得救了 反过来 在曹运受阻时 他虽然贵为天子 却没有春装可换 天气很热 还只能穿着皮袍子 在军事上 则是由于中央禁军 及神策军的存在 神策军的主要智能 是镇服和保障 经济地区的稳定 以及随时奉召出征 讨伐藩阵叛乱 因此 神策军与唐前妻 单纯素卫性质的进军不同 他事实上 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 兼备素卫 和征伐双重任务的 国家常备军 这对于地方五人的 觊觎之心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晚唐朝廷 赖以为之的条件 可以简化成一句话 用江南赋税 供养神策军 以威慑地方 要做到这点 首先要确保江南财富来源的局面稳定 与此同时 为了预防东南藩镇割据作大 维持当地兵力寡弱的态势 又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浙江东道的常备兵力 不过二百人 简直少的不可思议 即便这对本地治安 带来了严重问题 但是远在朝安的唐朝廷看来 相比起社稷安危 这不过是险界知己而已 无漏偏逢连夜雨 唐家江山已经摇摇欲坠 一场边疆战乱又引发了大祸 自唐一宗贤通元年起 南赵国两次入侵 唐朝安南都护府 南方军力薄弱 于是唐朝廷从中原藩镇抽调士兵 前去防御南赵 贤通四年 唐朝廷抽调一批徐州四州籍冠的兵士 驻防桂林 于挺三年后回家乡 可是满期后延长了三年 到了贤通九年 兵士们眼看年先又满 不料上头的官员 因轮换所需费用颇多 决定再延期一年 这些官员平日作威作福 兵士本已恨及 到这时候更加愤不可 他们推良料判官 庞勋做首领 自行北上还乡 等同于叛乱 庞勋的这只兵马的数量并不多 似乎成不了什么气候 谁知 事实却是他们竟然出湖南 沿长江东下 过浙溪 进淮南 一路毫无阻拦 如入无人之境 叛军回到家乡后 以徐州为中心 攻占金山东南部 江苏 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 并具有怀口 轻而易举地 截断大运河的南北交通 威胁到唐朝的生命线 声势大阵 唐朝廷匆忙调集天下兵马 以及北方精锐的沙驼骑兵 前往征逃 于次年攻下徐州 杀死唐勋 将这支叛军镇压了下去 只不过叛军没有被铲除干净 与党分布在广袤的中原地区为群道 这就埋下了随后更大规模叛乱的种子 贤通十四年 唐义宗病死 年仅十二岁的唐喜宗登基 朝政逐渐变得更加混乱 两年后 关中飞黄四女 所过之处草木无骨 一干而尽 可是京兆尹杨之志却声称 蝗虫飞入京际 不吃庄稼 都抱着荆棘 自己死了 喜宗与庙堂滚滚诸宫 居然相信这种鬼话 令人瞠目结舌 朝廷既无作为 河南山东一带连年旱灾黄灾 又有无数贼口横行 民不聊生 就连时任盐铁转运使高田 也上书指出 天下大事已经到了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的地步了 世事混乱 黄朝登场了 黄朝 曹州 冤居人 家中世事代代 以犯私言为生 盐业收入 在历朝历代都占政府赋税大半 史称天下之父 严厉居败 一向是朝廷 严控垄断的行业 民间胆敢贩卖私言者 轻则下狱 重则论死 但俗话说 富贵显中求 盐业利润过于庞大 仍有不少人 铤而走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暗自贩卖私言 唐朝实行食言专卖 结果 盐价飞涨 由开始的每斗食钱 变为后来的几百钱 百姓吃盐很困难 或只能淡食 由此催生了私言的兴盛 由于私言价格相对官员 还是便宜很多 故而很受贫苦大众的欢迎 黄朝既因为 范私言 家财丰厚 又善骑射 喜刃侠 是典型的地方豪强 但他的最初的理想 却是入室为官 喜白身家 然而 唐代中晚期 科举制度并不成熟 暗箱操作到了探为官职的地步 往往是主考官 在科举之前 已经列号重局者的名字 其所谓 未隐世之前 其具取高先 故已定于胸中矣 黄朝虽然在家乡颇有实力 但放到中央 与世家大族相比 只是一个乡下土豪罢了 无权无势 哪怕有几分才系 却无背景 自然难以在科考中 取得理想的成绩 屡次科举不地的黄朝 在最后一次落榜后 写下了 《带到秋来9月8》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 透长安 满城近代 黄金甲的 富起之作 随后离开长安 继承祖业 成为家乡私盐贩子的首领 正是因为私盐上生意的往来 黄朝与华州长元 另一个私盐贩子 王先知得以相识 唐喜宗潜伏元年 全国各地连年发生水旱灾 河南最为严重 卖财半收 但朝廷用兵不息 依然强征暴廉 各州县又不上言灾行 致使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遍野 潜伏二年五月 王先知与上军长等 在华州偿还巨重三千启事 反抗朝廷 又因响应者四起 如野火烧不尽之 心心野草 所以又称为草君 仅仅过了一个月 野心勃勃 却又入世无门的皇朝 决定另辟蹊径 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他与族中子弟八人 以及盐帮千人 投奔王先知 对于这位固有的入伙 王先知自然也是很高兴 随即让皇朝担任了 草君中的二把手 王先知与皇朝振臂一呼 正式拉开了 举兵反唐的大幕 这给了中原大帝 无数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贫困百姓 新的希望 各地流民 积民 贫民 以及散落四方的 旁军旧部 争先投效草君 草君声势迅速壮大 不久后 并攻下了大城 运州 到了11月 草君已攻略夺周边 数十个州线 整个关东大大小小数十个草君取点 多的有上千人 小的也有上百人 互相呼应 愈演愈烈 草君席卷中原 所经之处 无论老少全部裹挟军中 浩浩荡荡 号称三十万 向山东移州进军 企图继续扩大战场 自安史之乱以来 唐朝各地叛乱不断 但声势比得上草君的 屈指可数 为了遏制草君的进一步发展 唐朝廷火速争调 淮南 中武 宣武 一城 天平 五位节度使 联合发兵 支援宜州 阻击草君 然而各路官军没有统一指挥 心思不移 各自官网 围剿 收效甚微 到了12月 出于统筹整个平乱战事的考虑 唐朝廷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 回诸道行营招讨贼使 一称讨贼使 自进军三千 甲纪五百 全权负责指挥各路官军 镇压草君 唐朝大军压境 草君又将作何应对 潜伏2年12月 讨贼使宋威到达宇州后 整军备武 严阻军纪 调动宇州周边 五位节度使的兵力 对草军实施封锁围剿战术 队内清查宇州人口 家里子弟 凡与草军挂钩的 一律严惩不怠 对外在宇州周边周线 设立一道道密集的封锁线 并派重兵把守 一时间 宇州人人惶恐 生怕一招不慎 便惹火上身 官军在宇州 兼臂清野的策略 致使没有稳定后勤来源 只能靠搜刮补给的草军 顿时陷入困境 草军在宇州得不到兵源 以及粮草的供给 一时半会儿 又无法突破官军 在外围设立的封锁线 进退围固 数挪死 人挪活 王先知与皇朝决定 集中全部兵力 猛攻宇州城 孤注一掷 寄希望于破其一点 以活全局 只要宇州攻克 那么就能在官军的封锁中 撕开一个大口子 宇州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官军也十分重视 坐镇守城的正式送威 以及他的3500进军 双方针尖对脉盲 一场恶战 无可避免 潜伏三年七月 王先知与皇朝集结 宇州草军精锐主力万鱼 对宇州城发动猛攻 宋威徽下3500进军 身披重甲 在宇州城下 背靠城池布战 等到草军行动 先以500铁棋为先锋 飞速冲杀进草军阵列 草军人数最多 来源毕竟多是百姓 即便历经了战火 但与职业进军相比 无论在素质 装备 或是经验上 都相去甚远 乃至出现操持锄头等 农作用品上阵搏杀的场面 面对全身被盔甲包裹的进军 自然难以立敌 500进军铁骑 批波斩浪 将数以万计草军阵容 顷刻冲散 后续进军精锐 则不占递进 不断厮杀 草军士气崩溃 兵败如山倒 连王先知都险些死在乱阵之中 王先知 皇朝等草军将帅 只能抛下大部队 仅率数百亲兵 仓皇流窜 王先知 皇朝等人 九死一生 逃出宜州 转入山东 河南等地 很快重新拉起一支队伍 同年八月 草军攻占 杨宅 甲城等八县 势力重振 接着禁逼中原重镇 汝州 汝州隶属京七道 距离东都洛阳 不过百里 如若有失 洛阳将遭受巨大威胁 实质上 草军在汝州游荡期间 已经分出一些小股部队 渗透到洛阳周边 烧杀袭扰 唐朝廷对于 屡角不灭的草军 不胜其烦 本着碧其功 于一役的原则 借鉴宋威的成功势力 决定任命宰相 王夺为都军 左散其常事 曾元豫为讨贼副使 进逐洛阳防御 又让同时 再调宋威前来 双方协同作战 王夺与曾元豫 到达洛阳后 指派洛阳附近官兵 抢占汝邓二州 恶守住往来洛阳的交通要道 又让凤翔节度时 令狐炫等人 带领布齐精兵 把守陕州同关 保护都城长安 洛阳与长安防线连成一片 阻挡并围困曹军 皇朝看出了官军的意图 向王先知提议 趁官军尚未部署完毕 以优势兵力 先攻入州 破解官军的合围 这一策略 其实就是 一州之战时的翻版 这一次草军能够成功吗 王先知认同皇朝的想法 率领草军 集袭汝州城 潜伏三年九月 草军趁汝州守军不备 攻陷成职 杀死汝州守城 董汉勋 还俘获汝州赐使 王廖 王廖是宰相 王夺堂帝 身份特殊 王先知对他十分忧待 此战之后 洛阳大镇 百官出奔 远在长安的唐喜宗 受惊取消了重阳节的宴席 更下诏赦免王先知罪 传令地方 择机招降王先知 王先知 长盛北上 攻占杨武 随后再攻郑州时 在忠母被昭义军击败 因此分兵两路流窜 一路草军东进淮南 由深州光州 取书州 卢州一带 深圳淮南 另一路 则由王先知亲率南下 十月攻打唐州邓州 十一月继续南进 一路攻占颖州 富州 十二月攻隋州 转向东南 挺进安州 黄州等地 在江淮和汉之间 往复流窜 沿途滚雪球斑 裹挟西纳兵源 迅速发展到三十万人 官军顾此失彼 疲于应付 年底 草军兵封 指向齐州 齐州刺史 陪沃 知草军势大 无力抵抗 并秉承着朝廷的意思 主动派人 招降王先知 许以关身 而王廖 虽然身为俘虏 随军期间 不忘时刻 劝诫王先知 改过此心 接受朝廷的 昭安 洗刷罪孽 甚至 对王先知表示 自己愿意 写一封求情信 给唐朝廷 王先知 思来想去 觉得朝廷势大 继续对抗下去 不是个头 又觉得王廖 出身太原王室 是顶级的世家豪族 而且 哥哥王朵 也是朝中高官 出面 为自己求情 十有八九 能够落个好下场 便答应 接受昭安 唐朝廷得到消息 随即赤锋 王先知 为左神策军 压牙 左神策军 压牙 不过是个 不入流的小官职 但王先知 大喜过往 很是满足 准备投降 然而 此举却招致了 以皇朝为首 大部分 草军将领的 强烈反对 王先知 是草军主帅 只能得个 芝麻 绿豆大的小官 一旦草军 全体投降 自己将何去何从 而且 他们也害怕 朝廷秋后算账 所以不敢投降 皇朝大骂王先知 并击伤王先知的头部 王先知羞愧难当 此事不了了之 然而 自此 草军内部将领之间 产生了嫌隙 分兵各自发展 王先知继续转战 颖州 鄂州等地 上军场 北上 陈州 蔡州 皇朝则再度 前往山东 潜伏四年三月 皇朝率军 先后攻陷 运一二州 手下军队 发展到了 数万之中 与北上的皇朝 正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所不同 南下的王先知 再次面临 昭安的诱惑 王先知南下 围攻颖州时 唐朝廷再次派使者 前来又降 这一次 没有了皇朝的阻挠 王先知心动了 随即派遣心腹 上军场 前往唐军营地 恰伤 昭安时宜 可现实 总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上军场等草军 在前往唐军大营的路上 被讨贼使宋威所劫持 宋威贪功 谎暴战胜 上军场等人被杀 王先知大怒 投降一事 再次作罢 本来王先知之乱 即将平定 却因宋威的中途搅局 而胎死腹中 唐朝廷 以宋威杀上军场飞逝 镇压武功 解除其兵权 着生 曾元玉为讨贼使 全力负责南方 王先知之乱的 朱世仪 新官上任三把火 曾元玉 本就骁勇山战 如今 为博取朝廷信任 对王先知不紧追不舍 围攻不断 唐乾福五年正月 王先知转战围攻 京南失败 率部北陶 在黄梅 被增元宇 率部诛杀 而北方宜州的皇朝 则在众人的推选下 为新一任的草军领袖 称之为皇王 皇朝自称冲天大将军 自此成为天下草军中 实质名贵的首领 在皇朝的领导下 草军与唐朝廷的 第二轮角逐上演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 百花沙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近代 黄金甲 这首皇朝早年落地时 写下的研制诗 正慢慢成为现实 皇朝成为草军的 新一代领袖后 草军势力愈发壮大 时事造英雄 不断蓬勃发展的草军阵营中 更开始涌现出各色人物 参与到这场问鼎天下的角逐之中 而唐朝廷为了遏制草军 也不得不更多争调各方军阵的精兵王将 投身于镇压草军的一系列战士 四海板荡 风雨飘摇 中国史上最残酷的乱世 就要来临了